第461章 平安夜枪击 快速组装好两只手枪 装好了子弹 芸汐把枪递给前座开车的男人 顺便报上枪支型号 穆飞驰忍不住笑了笑 哼 宝贝 你把枪交到我手里 我不用看 都能从他大概的重量 以及他落在掌心的纹路 分辨出来是什么型号 意识到自己多此一举 芸汐不由地吐了吐舌头 好吧 就你厉害 也是啊 他可是军国的战神 如果连这点能耐都没有 那也太名不副实了 不像他 到现在都还是个菜鸟 组装了几个弹夹 他把弹夹塞到木飞驰的外套口袋里 抽出另外两款比较轻便的手枪 听他偷偷组装的两把枪 木飞石转头看到他一眼 等会儿 你留在车里 别下来 还好他们今天开了庄甲越野车出来 全车的车窗玻璃 高度防弹 只要他留在车里 就算对方看到他 隔着一扇玻璃窗 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开什么玩笑 我像是那种缩头乌龟吗 不像 你也别下来 木飞这转头瞪了他一眼 明显就不同意 他跟着一同涉嫌 为什么啊 不是说好了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吗 他也不管他是否同意 带了两把枪在身上 就窜到了副驾驶座上 绷紧了神经 一脸正经危坐 木飞驰逆了他一眼 笑着揉了揉他的头 眼底却是不容拒绝的坚持和固执 哼 在我这里 只有让你供富贵 不需要你跟我供换暖 别跟我胡扯 留我在车里 我也很危险好吗 说危险是假的 他也从来没怕过 不过是不想他一个人 孤身涉嫌罢了 可有些话 在这种紧张的场合说出来 反而有种固执的韧性 木飞驰笑了笑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小倔强 眼底萦绕着细腻的宠溺和温柔 哼哼 宝贝 这么急着想要跟我共换纳了 别急 等你成了少帅夫人了 有的是机会跟我共换纳 车子距离枪声越来越近 隔着昏暗的车灯 依稀可以看到远处 交战的地方闪烁的火光 木飞驰把车子的灯光熄了 打转方向盘 把车驶入一旁 砸草丛生的荒地里 乖乖在车里待着 我过去看看情况 说着他索好车子 不管他答应不答应 索好门快速穿进了草丛里 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芸汐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生怕给他拖了后腿 解开安全带 他趴在副驾驶座上 看着前方交战的地方 对方人不多 五辆车子 前后围堵三辆车子 落大的泥土车道上 没有灯光 遮蔽物也不多 是个很好的伏击地点 四周除了杂草重生的荒地之外 就只剩下棉花收割后 留下的一丛丛的树枝朵 他看不到 木飞池到了哪里 只听到枪支 打在车身上刺耳的反弹声 还有人中枪的哀嚎声 和闷哼声 一声声枪响 回荡在桑凹里 听着这个声音 他摸索着 车里急救的定位系统 快速按下 车里的定位 能直接连接天狱上的安保程序 很快 木飞池的手下 就会赶过来 几乎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芸汐悄悄推开车门 下了车 在黑暗中 借着淡淡的月色 渐渐适应夜色里的昏暗视线后 循着枪声往前挪 就算木飞池不同意他涉嫌 可他 也不会置他于不顾 不顾